Hello 大家好 我在IG 問想不想看我找工作 見工的過程呢 嘩 很多人想看 好啦 那我就拍啦 去片 Hello 大家好 今天去哪裡呢 今天呢 現在就去 見工啦 so call 的見工 話說之前呢 上了一個NPLQ的 course 那上課第一天呢 不知為什麼 那個老師呢 那個指導師就問我 啊 你想不想教小朋友啊 我給你一張申請表你填上去啦 我說我不可以做全職 我要做兼職 因為我不想上班困死自己 那前幾天呢 我就收到另外一個人的email 就叫我發個CV過去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就是幫一下忙 現在就約我去見啦 就要帶地址證明啦 兩份地址證明啦 還有一張照片 去做DBS的 那什麼叫做DBS呢 DBS呢就是 類似我們香港的 沒有犯罪紀錄 或者一些工作呢 都需要這個證明的 那每一份工作呢 都會幫你再申請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現在就出發去找 那個叫做Alan的人啦 然後呢就見完了啦 那因為小學裡面是不可以拍片的 所以我就沒有在裡面拍啦 但是呢 嘩 這次的見面也挺有趣的 那說一下見宮的環境啦 見宮的環境呢就是 一進去的時候呢 是一個課實來的啦 那很有趣的 坐一些小朋友的燈啦 那就是兩個人 一個呢就是我平時在門口 常常遇到的那個 原來她就是Alan 另一個呢就是一個負責人 就是一個女士 都哇 一她一走出來就有個氣勢啦 我碩士那時候是讀幼兒教育的嘛 那怎樣都要學以致用的啊 是不是呢 那我當然要教一下幼兒啦 那不知為什麼呢 我之前救生員的導師呢 就起誓地叫我 喂 我們請人啦 你做不做啊 那他好像只問我啦 其實去到那一刻 我都覺得很不現實 因為 蛤 這樣就是見宮的啦 你知道見香港人的那些宮呢 又不是又面試 然後又不知道要剪片 過五關斬六張 但是這個 那Casso這樣坐著聊天 就是見宮的啦 哇 整件事很驚訝啦 其實所謂的interview呢 其實都不是很荒謬啦 而且因為他們很忙 朝九晚五都很多 小朋友的summer camp 就是在做事一邊見我啦 但是他們都很清楚地 解釋了所有事情 播聽還有什麼時間要我幫忙啦 啊 最搞笑就是 說著說著我們又吹一下其他東西 然後呢 他越問越多就叫我越翻越多啦 那人工也OK的 你Pension就你自己想工還是不工啦 那就有20X磅一個小時 再加Holiday Pay 哇 我還以為還義工呢 原來有這麼多錢的 那20X磅一個小時我覺得也OK的 雖然如果我私人教就不只啦 但是其實如果教班的話 因為我最初以為是半義務 就是半義工這樣做 那所以又對啦 又覺得就變了好像 哇 好像一個額外那樣 因為我始終不是看這份 甚至是一份正職這樣 我也是當學東西啊 還有融入啊 那所以有這個人工 他還好像有的津貼啊 那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 那都聊得挺開心的 然後我又是聊 啊你 你喜歡去哪裡玩啊 以前做些什麼啊 這樣說 那他說得很好笑啊 也挺好 他的樣子也挺有氣勢的 因為他那些很直接很霸氣的那些 真的沒什麼又沒什麼 沒有啊 沒有又怕啊 其實我也擔心語言的 因為上課的時候 他們也說得挺快的 我不是很探望的 還有一些理語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今次的interview 我是完全 是OK的 就是完全大家都明白 大家說什麼 是溝通到的 好了 說到這裡 其實究竟這份工作是做什麼的呢 原來呢 就是 它是一個機構來的 租了一些場地 去教游泳 搞Summer Camp 主要那個服務對象就是小朋友 那所以呢 Hi 我Master讀 幼兒教育就適合了 但是呢 同時間他又請 叫救生員 Summer Camp裡面的Teacher 就是教小朋友可能做手工啊 陪他們玩活動啊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呢 教水啦 因為小朋友的班是無窮無盡那麼多 有永班 還有女士的永班 原本呢 他就叫我代替一個同事啦 因為有一個女兒的教練 他說回了美國 所以就叫我遮蓋他的位置啦 然後聊聊一下就問我 可不可以有空就做生日記 可不可以有空又上去小學裡面 教一些小朋友啦 那就是說呢 你是可以很多工作啦 但是我就跟他說了 啊我也是要留一點時間 我還有其他工作 我還有其他part time要做 哇 是超開心的 市民一份工作又可以遷就你時間啦 你又做得開心 你又喜歡做啦 然後又放大假的工作 接下來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班的情況啦 那因為其實之前的兩份工作啦 就是叫part time啦 我都做得不太開心 都是跟香港人的工作做 那一來其實都是最低工資 然後還要上班被人罵啦 那但是我上課呢 見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那還有我自己的心態問題啦 那起碼這裡的人工 是我之前做的都相配啦 那其實我上班 我翌日是為開心啦 那如果回到不開心 你給我多少錢 我也是沒有用啦 那現在何況我這個pay也可以啦 又可以做回我的專長 是 喜歡我佛系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星期佛系 這樣有很多工作叫我做 所以我要安排一些時間休息一下就真的 我很開心啦 由上救生完course 到合格了 我已經是很開心啦 然後呢 再因為這樣而有工作的機會 而這份工作是我什麼時候放假 人會cover我啦 可以做part time啦 然後人工又不錯啦 那些同事其實我都認識了 他就是告訴我 我上課見到那些人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他給了一塊 form 是寫的啊 不是電腦打過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好像寫文一樣 我寫了整個小時 因為他除了你要給很多的 缺帳費啦 前老闆啦 要寫東西啦 寫就好像 好像考試一樣要答問題 很有趣 然後寫了就交給他 那他就會出合約的啦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就預備開心的心情 去上班 其實我現在都是去教水 不過這裡就遠一點 但是學生好啦 家長好啦 就是 學生好可愛啦 聽話啦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兇的 但是我覺得 這裡教東西呢 就不可以100%太encouragement啦 就是 你一尾讚他 但是你沒有一點點壓力給他 那 那些家長會想快點有 結果看啦 那我自己就中間啦 希望小朋友學得開心之餘 也都學得快啦 那所以我自己就 也會摸索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這樣 為了慶祝一下 就去買個Toff的薯條 還有旁邊的麵包 香港超好吃的